大家好,我是Rona老师 大家好,我是佳玉老师 今天又到了我们格局的时间 佳玉老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格局是什么呢? 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格局是 天良月药女命瓶 月药是太阴心的意思 像妈妈一样的心药 那天良心它也是照顾人的心药 那为什么会说女命瓶呢? 刺害安命天良直 秉承安命太阳直之 众使真正一路不睡 假如现地则主下见 女命天良在四亥位安命宫的时候 那天良的对面呢会是天童星 那四亥位呢会在我们命盘上面的四马地的位置 那女命坐四马地是不是会有容易变动的机会 那也代表说其实他本身呢也是愿意接受变动的 那在外呢他又是天童星 那天童星属水是桃花星 就在四马地上那古人就会认为说 女生呢就应该乖乖的待在家里 不应该要爬爬灶 那更何况呢他爬爬灶之后 他在外面桃花又很旺 那是不是更不应该 这个时候财福线上呢会有太阳跟太阴通宫 对宫呢会是通宫 那如果在对宫可以借的状况之下 这样的时候呢他在理财想法上面呢 会一下子太阳一下子太阴 那如果说呢对宫有煞心 或者是文昌文曲不能借对宫的时候呢 财博宫上面遇到煞心 那当然理财状况也不会太好 那在丑未未呢有机会会 文昌文曲会同宫 这两颗心都是思虑的心药 就容易想过头啦 这两颗心又会有同时化气的时候 那化气的时候甚至他就会容易钻牛脚尖 那说也不会太好 古人就觉得啊你这样子不顾家 又不会理财 是不是不对呢 引臣安命太阳直之 以为呢太阳安命呢会是聚能跟太阳同宫 太阴呢会在夫妻宫那是太阴天同同宫 那太阴天同这两颗呢都是桃花心 又是在我们的地之位的子的位置上面 他的宫位的五行呢是属水 那古人认为说女生在感情上面啊 桃花太多情感太充沛那当然也是不应该啦 天机星呢会是在他的福德宫 会做天机跟天良 本身呢能力好又会照顾人 那态度呢又不会太强势 在感情上桃花又很旺 心神灵魂聪明善良愿意帮助人 那怎么会贫苦下见呢 那另外一个注解是 呃成为太阳独坐 那对宫亲一宫呢会是太阴心 那夫妻宫会是天同天良 那在个性上呢会照顾人 在外呢又会带给人家温柔 那异性缘又好 那情感上面呢天真浪漫 又带着成熟的个性 那具备这样特质的女性呢 当然会很讨论喜欢啊 因此广人就认为说 这样子也是不对的 这意思是说呢 那重使呢你的行为举止是很端正的 那衣食俸禄其实也不会太平稳跟顺遂 假如呢限地则主下见 那这个几颗星呢 如果有遇到煞星的时候啊 那他就会更加的辛苦 才会说主下见 其实就是比较辛苦啦 透过家瑜老师的解说啊 大家有发现吗 其实他讲的状态都是 女性的状态 如果他是一个不安稳的状况 桃花人缘好又不懂得理财 他就觉得这个样的女子 不适合持家 那另外一个呢 大家有发现吗 他的命宫上面是指的是太阳星哦 那在太阳星的时候 有部分的格局里面是讲到说 太阳星做命的女生会相对强势 因为他占了父亲爸爸的位置嘛 同时他的夫妻宫可能有太阴 或者是另外一个是夫妻宫 有做天同跟天良 那这个状态都是 他的感情态度是桃花很好 桃花很旺 大家就觉得 当他具备这样的机会的时候 他是不是出轨的机率也比别人高呢 所以古人就觉得 这样子的状况很容易不守护道 所以在最后最后的地方 又再加上说 如果他又遇到了煞迹的时候 那是不是会让他对于他自己想要追求的事情 更有冲劲跟动力呢 他想追求的事情 如果又刚好是情感 或者是其他古时候的人不喜欢大家做的事情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这样的人比较不容易被管束哦 希望今天的格局大家会喜欢 那喜欢的朋友呢 帮我们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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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